4月23日,赵丽颖工作室,用一张声明图片官宣离婚后,热搜就爆了。 没多久,赵丽颖、冯绍峰纷纷用个人账号发声日子很长,过去很好,愿未来更好,和平地结束了两个人仅仅三年的婚姻关系。 不意外的赵丽颖的微博评论随之乍翻了天,网友清一色地支持和祝福着她,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人的微博评论也沦陷了,她就是陈晓。 那个曾和赵丽颖填道,哦,最后却娶了陈延熙,婚后眼里失去了心情的男人,粉丝们都在问她,赵丽颖离婚了,你什么时候行动?你们可以在一起了,还在等什么? 就连各种吃瓜群众也都莫名地跟着激动。 今天,番茄红了要聊的是四个人,两个家庭之间的爱恨纠葛,他们分别是赵丽颖、冯绍峰、陈晓、陈延熙,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视频下方的按钮订阅我们。 为了用实际行动拒绝网友们的请求,陈晓也不得不罕见地高调一次,在评论区沦陷的第二天,陈晓首次带着儿子小星星一起现身机场,儿子小星星出生多年。 这还是陈晓首次带着儿子出现在公开场合,可见真的是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已经是一位人妇任妇,对于网友们疯狂评论要求陈晓追悔赵丽颖。 不知道陈晓的妻子陈延熙会做何感受?陈晓和陈延熙结婚生子多年,儿子小星星出生以后,夫妇俩一直将儿子保固得很好,虽然陈延熙偶尔会晒出儿子的照片,但却始终没有曝光小星星的正面照片。 这一次陈晓带着儿子出现在公开场合,也没有对孩子的外貌进行遮掩,可见陈晓想要表现自己已经是已婚人士的心情很急切。 小星星作为男孩子,性格果然是调皮好动又很可爱的,即便是爸爸陈晓全程紧牵,小星星也是全程蹦蹦跳跳,似乎一刻都不想停下来。 相比于儿子的活泼好动,奶爸陈晓则看起来很是沉稳,就连服装都选择得特别简单,陈晓一直都是娱乐圈中很低调的男星。 这一次现身机场也着装简单,一整套纯黑色的行头,黑色的拉链运动外套搭配黑色运动裤,除此之外还佩戴了棒球帽,尽可能的保持低调,很符合陈晓的性格了。 网友之所以对陈晓和赵丽颖这么上心,和两人之间的历史纠葛,特别是两人婚后的婚姻生活是分不开关系的。 有一种感情,在爱也很难长久。 赵丽颖和陈晓的情缘始于两部戏,第一部便是流量大作《公所珠连》,两个初出茅庐的小演员,上来就表演了一段狗血的感情大戏,但意外的是,他们两个的受欢迎程度差点超越了男女主角。 于是随之而来的便是第二次合作,也是让他们真正走进观众内心的《路真传奇》,在这部剧中,他们一跃成为了网友们最喜爱的国民CP,而两个人也的确因此部戏, 越走越近。剧组拍摄的花絮里,他们像热恋的情侣。 在微博宣传里,两个人直言因为动情而忘记了手冷。 在采访中,陈晓也能准确无误地说中赵丽颖的口味和喜好。 赵丽颖被黑粉为公实,陈晓力还终于站出来发声,更是直接表达自己对赵丽颖的好感不止一点点。 赵丽颖也是如此,她在陈晓面前可以放松做自己,一切搞不定的也都可以交给她。 甚至在拍摄《花千古》时,陈晓的助理还去剧组照顾了她大半个月。 而在《快乐大本营》里,被陈晓为小龙虾的举动,也让所有粉丝都相信了他们真挚的爱情。 但这对CP最后的甜蜜却停留在陈晓拍摄《神雕侠侣》的间歇去探班赵丽颖那天,那时他们坐在一起,手握着手耳语,可在那之后,他们的互动再也没有了。 所以大家很难不相信于正曾发过的一段文字。 或许他们真的爱得很热烈,但在事业发展阶段,陈晓却怎么也追不上赵丽颖了,而男人在很爱的人面前,本就容易自卑,所以他选择了放弃。 但他们分开的说法,却也不止这一种。 有人说赵丽颖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姑娘,她一直期待着陈晓能大方地承认他们的关系,可陈晓的犹豫让他一次次心寒。 还有人说,就在他们冷战的时候,和陈晓一起拍摄《神雕侠侣》的陈延熙,趁虚而入,所以后来的他们才闹得很僵,导致一个说,当年是在炒CP,一个直接取关了对方。 总之,那时候的陈晓和赵丽颖没有走下去,其实是可以预见的,毕竟他们的脚步不同,追求不同,而不同品的两个人在爱也很难长久。 有人用三年结束感情,有人用五年坚守婚姻。 陈晓和陈延熙自从2015年被派共同入住酒店,恋情被曝光开始,他们两个人的发展变惊人的迅速,只用了16个月就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婚礼那天是陈晓的生日,意味着我的生日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而婚礼的地点则是浪漫的北京燕七湖,他的谐音是颜西府。 只可惜好景不长,他们的甜蜜就像当年陈晓和赵丽颖一样,转瞬即逝。 陈晓再次出现在镜头前时,他眼里不仅没有了光,也没有了陈延熙。 那年花开月正元的颁奖礼上,主办方本想用陈延熙的视频给陈晓送惊喜,可没想到的是,看完视频的陈晓只面无表情地说了几句感谢家人理解和支持的客套话,尴尬感扑面而来。 于是,于正那篇男孩醉了酒,承认心里始终爱着那个女孩这一点,很难让人不联想到在机场醉酒,双眼通红的陈晓。 而另一边,赵丽颖和冯绍峰也如陈晓和陈延熙一样,恋情,婚姻都开始得匆匆忙忙,真的由网友猜测,陈晓和赵丽颖是不是因为误会分手,又因为气不过而各自找了人去结婚生子。 回到赵丽颖和冯绍峰的婚姻,他们因为西游记女儿国正式结缘,又在知否里二次合作感情戏,但其实在此之前,赵丽颖和冯绍峰就已经频传绯闻,媒体上时不时就会曝光他们一起吃饭,同回酒店的消息,可他们从来没有承认过。 直到半年后,赵丽颖的31岁生日那天,两个人晒出结婚证官宣结婚,震惊全网,然后赵丽颖在巅峰时果断停工,怀孕,生子,一步一步完成了人生大事。 可大家就像对待陈晓和陈延熙一样,从来没有给赵丽颖的婚姻送去过祝福,甚至都在猜想着赵丽颖和冯绍峰这个情场浪子在一起会不幸福。 再加上赵丽颖的确从不在社交媒体上秀恩爱,以至于他们频传婚变。 还是冯绍峰在几个真人秀节目里多次提及妻子对自己的重要性,才让大家相信他们当时的婚姻尚在。 不过仅仅三年,他们便真的如传闻一般结束了,离婚和结婚一样,几乎毫无预兆,却又让人可以理解和接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其实,无论是陈晓陈颖熙,还是赵丽颖冯绍峰,他们的婚姻从甜蜜到被畅衰,从突然开始到匆忙结束,都是有迹可循的。 陈晓和陈颖熙虽然不是闪婚,但只在一起了16个月,不能说他们完全不了解对方,但在婚后一定会暴露出一些问题。 就像心理学曾指出,进入一段婚姻后,随着生活的愈加紧密,伴侣之间的不同可能会集中爆发。 婚后,陈颖熙不少绯闻接踵而至,疑似插足尼安东婚姻,又和文章爆出片场亲密照。 总之在行为习惯上,陈颖熙和陈晓截然不同,在结合陈晓往日的感情经历。 她所欣赏的赵丽颖与陈颖熙恰恰相反,所以很难不让她产生心理落差。 而在这一点上,赵丽颖冯绍峰亦如此。 他们在性格和价值观上有着明显差异,性格上赵丽颖果敢大方,有主见且思路清晰。 而冯绍峰则是优柔寡断,犹豫纠结,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所以就连冯绍峰都曾自曝,是妻子给了他衫一样的依靠,在婚姻中两个人的角色处于互换的位置。 在自己认定的人身上,发现了与自己想象中不同的地方,甚至发现自己难以忍受的问题。 这时,我们便会下意识放大这些对自己和关系的影响,从而感到痛苦和不快乐。 这或许就是婚后的陈晓和赵丽颖失去光芒的主要原因。 但他们的结果,我们也都看到了,陈颜希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二被淘汰后,直言要去探班老公陈晓,两个人的婚姻还在维系,更在继续。 赵丽颖大方官宣离婚,经济往来上也早已结束,可以说一切都已经分离干净。 他们两对夫妻的决定,一如他们的性格,一个果敢,一个沉稳。 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相信陈晓和赵丽颖都在这段婚姻中有所收获,更有所成长。 如果一个人在不断的探索和尝试中找寻到了真正的自我,实现了某些程度的自洽,那便是最好的了,不是吗? 不必在意外人的眼光,毕竟婚姻是自己的。 坚守婚姻自有坚守的道理,而放弃婚姻也有放弃的理由,只要自己在决定中感到幸福便足够了。 毕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每一段经历都有它存在的意义,也都是我们人生路上最美好的回忆。 愿他们,愿我们都能更好地去生活,更有勇气地去爱。